现在继续来看 好 接下来我要去讲 我们这边的重点了 请问一下 各位知不知道 这边应该 以负债总额来说 应该有什么 有负债总额 那应该还有资产总额 跟潜益总额 可以吗 所以这边是 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 好 可是我们现在先来去画 先来去画这一张好了 好 麻烦请复制它 因为这个动作也很简单 所以在这个地方 麻烦请复制 常用复制 总会做 接下来增加一张资料表贴上 好 那我想我要请你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做完 做完什么API 做完 刚刚是负债总额 所以现在要做资产总额 好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资产总额 打在这边 资产 你打资产就好了 你关掉这一个 黑轴的值 请勾涧 请勾勾谁 请勾这个资产 资产一定要在最前面 哇资产 好 你看 问题来了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资产总计 跟资产总额 可能 这我猜 我的猜 那是两个会计科目 会 gateway 但有可能某几年它叫资产总额 某几年它叫资产总计 某几年它叫资产总额 谁知道 反正我们要把它更正 还有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383个会计科目 你觉得真的是383个吗 像这边说不定会计总额要合并 好那我们先勾资产总额好了 看到这边就有问题了 看出来吗 这边那我们能不能直接把资产总额关掉 双资产总计 如果它只有什么 2015年到2017年 可以吗 我应该一个放在Y轴 一个放在次要Y轴 我只是要告诉你了 来麻烦请把这两个关掉 各位 我刚刚是不是从这边 从这边 从战情室 我只抠这一张图放在这边 接下来我的Y轴 我选择这个总计资产总额 我一勾选这个资产总额 它是不是就放进去了 可是这边是不正确的 我看到这件事 所以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可以把这个次要Y轴 资产总计放到次要Y轴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资产总额的最小值到最大值的变化 与这个资产总计的最小值到最大值 最小值在这边 最大值在这边 它的一个变化 应该要把它什么 变成双铜坐标轴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可以把轴拿掉吧 应该有这样一个刷成对称 好 那我要讲的是 这是不是要去做资产总额了 所以我就直接做完 我不请你们做了 我直接要把这个资产总计的名称 换成资产总额 请问是要把资产总计换成资产总额 还是资产总额换成资产总计 那你要看后面这边全部都放什么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资产总额 所以我等一下我做完 我直接call给你们 我就不请你们在后台作业了 因为你要在后台作业 一定要先接你的资料 所以我做就好了 所以因为不仅这个有问题 你记不记得 资产总额曾经我们也遇过 这相同的问题 可以听得懂吗 你可能要理解 它可能是不同系统 好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所以是我做 我顺便把另外一个也做完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资产负债权益 有看到吗 权益总额跟总计 所以我把这边拿掉 可以了解吗 刚好就是发生在那一段时间 所以我要告诉你 所有跟资产负债表的会计科目 全部都出现这个问题 听得懂 那怎么办 一个一个改 所以真的 你拿到别人的资料 也不是好事 万一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资料应该做这个资料清理 你就只能不清理它 关系的色 好那我们 我的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权益总计改成这个权益总额 而且要改对地方 我这边我直接帮你们改 这个叫做权益总计 我看上次不是有一个负债 负债在这边 有看到吗 好 所以直接 直接是针对资产记科目 我这边我是不是有做了一个 以取代识 它的内容很简单 就改成快 负债总计改成负债总额 所以我一样针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下一个 插入的步骤是 取代 把权益 权益 总计改成权益总额 确定 然后继续再做取代值 插入 叫做资产 资产总计改成资产总额 确定 好 现在我做完这件事情 我要再传给你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没有这个权益总计咯 所以拿掉 这个地方也没有资产总计 拿掉 可以吗 这样子我才能开始去 写什么 寄出契金 年出契金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未来的资料内容 你们要上台报告 可是我都会希望说 你应该知道现在已经有 可以 机器人可以帮我们翻新 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简报 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做 我们不太会做的事 但是其实我要告诉你们 真正的关键是在于 是在于什么 你要能够判断机器做出来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是在合理的 它是在大有歧视的胡说八道 你要多乱反正 你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水平 我一点都不相信 那个写程式的人 他的工作即将消失 甚至现在大家都在讲 哇 Sora一上市 那你应效果大失 全部即将失业 我不晓得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 我播放影片给你们看 对 这样播放我觉得没有意义 你自己回家 你只要打Sora 有了Sora 等于好莱坞 随便你去做拍片 我真的不认同 你要知道 他们 他们与生俱来 有很多那种技术 他们是独到独特的 也许我们模仿 可以产生八成的这个能力 但是真的 你要做到专业判断 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好 以下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深层式教学 来一起动手做一下 麻烦先去注册 因为TrapGPT要钱 Copilot 它目前我不方便使用它的一个 也就是外挂程式 也就是外挂程式 所以我只能找抖音公司的Course 你听得懂吗 因为它是不用钱的 而且它是用TrapGPT4 好了 所以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麻烦请搜寻OZ1 你打开浏览器 请搜寻COZ1 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可不可以用 这是抖音公司的 这是抖音公司它做出来的TrapGPT 它取名叫Course Course Course 会写吗 扭扣 Course 好 接下来请点它 第一件事情 你要注册 你看你要用 用我们没有大陆的手机 你就给它一个什么 电子邮件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Gate Start 请点 请点这个Gate Start 我们没有手机 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 我们也有那个 手机也可以用 可以用上面这一个 反正一个电子邮件给它 你一定要学会这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不是一个电脑高手 我也不会写程式 我就想要API去下载什么资料 找它 找你这个助手 好了 接下来呢 好 例如说 麻烦你赶快做 一个电子邮件 就可以注册成功 不要忘记你的电子邮件 这边 我们下次碰面 应该已经到了 4月8号 好 我是已经注册成功 因为注册太简单了 它只要你给它一个电子邮件 它就让你可以使用 好 接下来 我 我也 它在这个地方 我想见 你们进去了吗 你们到这个画面了吗 好 麻烦请看 左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person 你自己 你可以见很多机器人 绝对要分工明确 好了 那我就先进我自己的 好 那你们进去之后 应该长这个样子 你见没有 请点 personal 我们现在先教你建第一个 我把我们课程 我叫做AI sensor 这个大数据分析 那分析什么 就是股票上市上会公司的 台报分析 好了 来 麻烦 请点personal 接下来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电力机器人 就请你输入 例如说 我们叫做 AI 深层大数据 我个人 我会把 我希望他做的事情 在这边我都描述清楚了 只是为了上课方便 我就不太花时间去描述了 好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你要在哪里定义他的身份 好了 confirm 接下来 我现在 我确认 confirm 确定 好 我进来到这个画面 可是我要告诉你 假设你要再见第二个机器人 就是助你的助手 你一定要想办法 你要知道 你的公司很大 你要有好多不同的机器人 分别帮助你去做事 请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人家明明是纽约金融操盘手 你就不要叫他去订 去订什么 例如说和欢山松雪楼订房服务 请你一定要明确的分工 好 首先麻烦请点这边 这个AI生成大数据 麻烦请点他 点这个 就回到你的主页了 这边就是你机器人的挑选 可以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你要再继续建立其他机器人 就随你变了 好 那麻烦点回来这个 AI生成大数据 好了 首先 这个地方 是 这个地方 是让你定义到 这个机器人做什么事 在左边 这个地方是 所有的 就是外挂 比如说读PDF导 就是假设 让我们在做研究 我们要读好多的论文 我以前我都觉得 我的指导教授 他就说 他以前 他给他自己的要求是 一个礼拜 念七篇 而且是经 我说我一个月 我能经 经年一篇 我就很偷笑了 现在你给他一分钟 他帮你告诉 整理出来 这篇paper的重点 我只是要告诉你了 原来我也有机会 可以站在 跟他一样 去平视这个世界 我不晓得 你们可不可以理解 那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就要请你开始写了 因为我们是做什么 财报分析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说 分析 股票 上市 上柜 公司 三大 最好是明确告诉他 就是资产负债表 予现金流量表 直接定义身份 你最前面 你是金融分析的专家 兼会计师 你希望你的助理的身份是什么 你就打什么 兼会计师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希望你的身份是 金融分析专家兼会计师 那现在我要请你分析 股票 上市 上柜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与现金流量表 可以吗 你的身份是 亦能包挖 分析股票 上市 上柜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与现金流量表 可以吗 其实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写得这么自视化 这一套太棒的地方就是 他有一个叫做最优化 来请点 他直接帮你 帮你改成 你大概要表达的意思 知道吗 我真的要 真的要告诉你们 就不会用这些东西 你到时候你去上班 你还是在用这些东西 所以好好的把它学会 可以吗 你看嘛 他直接把你的角色 知道啊 他直接讲了 那你希望 你希望他是角色是什么 你都可以 再来 他有什么技能 全部 很棒吧 这样听得懂吗 你先定义好你的助理 他多强 好了 使用 好 下来我真的要告诉你 他可以读图 他可以把资料喂进去 他可以做分析 你是会需要一些 接挂程式 对不对 他在 CAPGPD 全部都是要钱的 他在Copilot 我目前还不知道 因为他在Word的右上角 他就直接帮你把Copilot 就做在那边了 也就是说 未来 他就知道你的需求 举例来说 我现在我要拍一个课程 叫做 请 例如说 请制作 制作什么 财报分析 课程的行销文案 例如说 我这样写 请制作财报分析 我会把财报分析 财报分析 课程文案 行销的行销文案 可是我会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你就直接告诉专家 他基本上已经可以帮助你达到六成的一个内容 你不用写很多字 好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直接按一下英特 你看 超级图字背后的秘密捕捉企业价值的源流 打造属于你的财报分析力 未来成功 等一下 我根本就不想念给你听 我等一下请数字人念给你听 这个影片一个小时做完 就可以直接发布到抖音 听得懂吗 好 可是我不可能只有教这么low的东西 首先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机器做出来的 但这个机器很厉害 它是什么 它是金融分析专家 而且它还是会计师 可以理解吗 好 我要告诉你 真的有人很容易就分辨 这就是机器 只是你现在你可能 你可能还没办法分辨 好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copy 然后至少按个赞或分享出去吧 把一个用心良苦的老师的作品给埋没掉 所以你这个图文成片是什么东西哦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 它帮会计师金融高手兼会计师 它帮你做简报 好了 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请它智能深层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要是给我只是这样子的内容 很抱歉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因为你用的太low了 我一看我就看出来了 我光是看到里面错字 我都觉得你至少 把远转凡都不做 没有那个 因为我说这是大陆抖音公司 它开发出来的CHERP GPT 所以里面一定会有简体制 这个抖音这一段不是你们要做的 因为等一下我要讲的是 我要为给他的是那些资料 那些我们分析出来的资料 你们一定要想一下哦 我有一个助理 他台大毕业 我还有一个助理 他有丰富的约金融操盘 30年的经验 我还有一个助理 他是念美工 非常会做行销简报文案 哇 那我这个学习 我这么多助理 可以帮助我做出来的简报 请问可以期待一下吗 这其实我这边我就要讲一下 我现在还在用的是两年前 我要准备换电脑 那时候花了六七万 比那个Mac还要贵的 打格买的一台电脑 好 生成完毕了 这就是我要教你们的 而且你的程度好很多的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简体 没有大陆的口语你不可以用 我一看就知道了嘛 光这一句话根本就是在乱讲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大拼之效 好棒哦 什么未来与成功 将不再渺茫 真的我告诉你 现在有了Trip GPT 还是一样啊 大家也都不是这样子 很多企业照样 报表还是乱做啊 因为我赚钱 我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些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你到时候你要给我的东西 一定要在一定程度之上 因为那个文案 我可以接受他帮你写 但是要改成人说的话 台湾人说的话 可以吗 你不能就他给你什么 你就照单全收 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这也是错误的 好那接下来各位 回到刚刚这个扣子里 在跟你一直伴随你 一直到学期末哦 那请问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应该要喂给他一些知识 什么知识 台积电如何 好 所以回到 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刚刚的战警室 台积电 好了 那请问一下 这一张API 他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喂给扣子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最终我是要请你们上台要会报告 对不对 对 你们知道 我们 而且在那快期末的时候 我还会先训练你们一次上台报告 现在很多财快财财报高手他会做报 做报表 但他不太会报告 好了 那所以这张图我们到底看到什么 所以滑鼠右键 摘要 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摘要 有吗 你们应该也都有嘛 直接点摘要 好 那请问你 机器讲什么 你至少要懂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稍微把它放大 好 他说本期综合损益的总额年初迄今于2018年开始上升的趋势 在5年内增加了129.61% 达到这个金额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告诉你这个KPI的长期趋势 听得懂吗 可是你应该知道KPI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 他就是要告诉你当期 请问是成长还是摘退 他下面这句话 他有没有写 他下面这句话就在写KPI 他说本期综合损益总额寄出迄今 目前距离目标仅差21.75 就是下降了21.75 听得懂吗 或者是换一句话说 他同期比较 其实在本期综合损益 他其实是进水21% 有听懂吗 这个资讯是不是要喂给COS 有听懂啊 好 所以我接下来请选这些内容 会不会选到这些内容 可以吗 来请复制他 接到COS 最下面 好 麻烦先写台积电 同时 麻烦请分别列出来 一什么 二什么 可以吗 我今天我没办法教你 我们应该如何把机器说的是改成人说的话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们所谓的一个 现在其实我要预期 预期是希望交往三层解报这件事 所以你到时候报告是不是要报告这个内容 那你当然就要告诉 就要告诉他 再来 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三大报表 我们针对 这个就可以删掉了 好 针对第二个 滑鼠右键 再要 一样 把这些内容 先全部复制 接到COS 接上 变成台积电公司的第四项资讯 再来 那他当然会有什么 第五项资讯 可以吗 第三个是 期末现金与约当现金总额 再要 好 一样 就我们是做KPI 所以他一定会先讲完趋势 不是在讲KPI是什么 可是我 我真的不认同 这样子的内容 你要记得 我的简报报告 一定是三个部分 长期趋势 第二个 即时集合 第三个 预测未来 好了 复制他 然后贴到COS 这边贴上 变成第五项跟第六项 那请问一下 你现在是不是告诉他六项台积电的资讯 对吧 你会不会希望说 那请你帮我生成财积电的 比如说 营运 财报分析减报 可以吗 好 那这样子好了 我因为我还不 我先 这个 Plugins我先不教 我现在我只是希望说 请他做一件事情 他说 请制作 财积电公司 对 因为我还没有做优化 好 没关系 我们就先 先放在这个 Incrump里面 看看说 等一下 他做出来什么 因为 我现在重点是 我不要他给我太多 Google搜寻的知识 我要的是这些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份简报 没人报导过 这是我们大数据分析 做出来的结果 而且我问你们 你们都不理我 我就只好请机器回答我 然后回答出来这些项目 好 所以请制作台积电公司 哪一年 请制作台积电公司 2023年第四季 的财报分析简报 如果是要简报 我看 我先不请他做简报了 条列 好吧 我看他这样子 会跑出什么东西 反正就请他做简报 有没有发现 他从这些资料中 他会去收集 他会去整理出 这样子的一个简报内容 可以了解吗 这个的一个重要性 我只是要告诉你 他可以从我在里面提供 任何损益表 实产负债料 还有现金流量表 来去推出一些数值 而且这个数值也不是随意乱讲的 像例如说第一项 任何损益总额为这个数值 那这边一定会有这个数值 什么在这个 日本旗 本旗在这里 可以理解吗 所以他也不是随便乱讲的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最终我要形成是一个简报 那这简报很简单 你是不是就必须要 那你就点加 加什么呢 好麻烦就请输入 你要什么东西 像比较有名的 例如说简报 很抱歉 要打英文 可以用PDF 来自 哦 它这个是文件 制作 简报 影像 浏览 产生 TikHub Google News 剪 做影片 好吧 那我就先点这个产生 给谁应用呢 这个EOC Maker 可以加入到我的机器人 加入给谁 给这一个 叫做AI生成大数据 它这样就帮我装进去了 这个Plugins 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把刚刚这句话 请制作裁机店的简报 意思是财报分析简报 好看它 看它会产生什么 所以重点我希望它是产生一个简报 所以我外挂了 中文这个BOC Maker 你要知道这在Trip GPT里面 它是要花钱的 那扣子呢 它背后运算的基础 就是用Trip GPT 4 它在第一次生成 它是失败的 因为它觉得它没有套件 我看我那时候装的是什么套件 因为这些通通都会交给你 生成应用 我查到我再告诉你好了 因为还会教你生成 新制模式图 新制模式图 其实就长这个样子 今天长路太慢了 这就是新制模式图 它都会依照你的需求来去修改 到时候 我就要教你如何训练 因为工具都在这边了 如何训练它 帮助你做完这些事 才是重点 不过这都是后面课程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它针对你告诉它的这个 我刚刚是分成大数据 相关的Prompt 就是指令 所以我把我分析出来的一个视觉化结果 显示在Prompt里面 它就会依照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看你要请它生成什么 行销文案或者是简报 对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再请它 请制作 请制作行销文案 看它这时候 它写出来的行销文案 一定就会 请制作 财报分析 台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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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报分析 台积电 台积电 财报分析 课程的行销文案 好 那你就应该可以看到 更多更 真的 真的网络 网络非常的不好 它不帮我升 好 终于帮我升 好算了 你看在这个地方 现在变成台积电 财报分析课程 数字的力量 拓展您的视野 好了 以上 我暂时 我只是粗略了 告诉你 来运用的一个模式 你应该要学会 掌握的知识点是 让Power BI 吸出来的结果 透过机器人 帮助你做出更优秀 更出色的简报 可以了解吗 好 当然还要帮你分析 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知道作业是什么吧 再次的强调一下 记得哦 资产总额 权益总额 可以吗 它的 它要放在 暂停式的什么位置 知道哦 好 接下来 我要请你们自己去练习 深层简报 刚刚我说的这个东西 所形成的一个简报 是哪一个Power BI 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 外挂工具就对了 好 所以务必加做一下 我是交代的工具 谢谢